为了筹措服务经费 新竹市杜华神父社会福利基金会 周末假日在树林头停车场举办爱心园游会 新竹市代理市长邱成远也获邀出席 一起倡导师志陪伴的重要席 今天主要是针对9月份的国际师志院 来关怀我们的师志的长辈 那我们现场不管说是跳岛市集 还是我们爱心园游会 甚至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 那主要还是要针对我们家中的长者 如果他有相关师志的一个前兆 不管说是针对这个记忆力衰退 或者是原本计划的事情可能会忘掉 另一个方面可能情绪 有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都是一个早发性的一个征兆 我们其实都要及时的关怀 杜华神父社福基金会执行长杨寅梅指出 服务亲含家庭与长辈需要大量的人力 互利以及资源对基金会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也因此每年基金会都需要努力的募款 以服务所有需要照顾的独居长辈以及弱势民众 所以我们希望洗老护老爱老助老的这样子的精神 或者是观念或者是行动 我们希望可以从小扎根从社区做起 所以这是我们两个很大的用意 那我们长期服务独居长者的服务 那独居长者气我们需要满足他的基本的需要 还有身心的活动以及人际互动这些面向 杨英美也指出负责照顾失能失智长辈的秋林元 成立26年以来设备已经老旧不堪 因此基金会也规划希望搬迁与筹建行家 需要经费高达2000万元 这也是需要努力筹募上款的目标之一 那26年的建筑物 其实有一些设施设备已经老旧 所以我们不得不我们必须要搬迁 要来筹建新家 所以这个经费高达2000万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集结民众的爱心 我们发挥集体的力量 可以来搬新家 为这些失能失智的长者 让他们可以满足 他们希望可以在社区安老 在家安老的一个心愿 新竹市政府指出 随着台湾长辈人口越来越多 失能失智的状况也跟着增加 为了应对挑战 社会各界应该一起努力 才能改善失能失智的状况 也减轻民众的招呼压力 记者林彦斌采访报道